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做的是椅子瑜伽的练习 这个练习适合比较中高龄的朋友 或者是你比较少做运动的人 那我们找一张比较稳定的椅子 我们就准备开始咯 我们先从坐姿暖身开始 把你的双脚轻松地往上抬 先试试看你的脚的力量如何 如果觉得身体的力量不太够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双手稍微扶住一下 轻轻地把你的大腿往上提 再放下来 同时帮我留意我们的背不要往下掉 在过程当中我们尽量把背打直 让身体坐高坐挺 所以相反的如果你是脚有力气 但是身体比较没有力气的人呢 我们就手扶着椅子 让身体往上提高 接着我们把两只脚轻轻地往上抬 然后把脚踝轻轻地绕一绕动一动 你的身体可以微微地向后 但是还是要保持肩膀跟胸口是打开的 头顶感觉往上提 相反方向 把脚放下来 接着我们伸展一下手臂 往上提高我们吸气 吐气放松 吸气往上 吐气放松 我们再做几个 向上 再向下 每一次往上的时候 感觉把你的胸口再打开一点点 吐气放下来 最后一趟 我们让右手轻轻地往下 把左手往上拉高 伸展一下侧面的身体 相反边 每个动作呢 我们都先从小的开始 你感觉到身体有力量了 或是身体开始热起来了 再把动作放大就好 今天的练习里面呢 我们不要求你的动作要做得多大 而是让你去感受你的身体 感觉它的伸展 感觉它的用力 我们做最后一个 向右 按向左 身体回到中间来 活动一下我们的臀部 把右边的屁股稍微抬起来 再坐下来 相反边 两边轮流我们做往上翘 再往下放 上下 上下 我们的双脚呢 可以跟着你的臀部一起 所以同一侧的屁股 跟同一侧的脚跟往上抬 踩下来的同时 屁股坐回来 两边轮流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再一个 好 那完毕之后 我们做前跟后 有一点点小驼背的感觉 把臀部往前推 然后手呢 我们可以放在膝盖的上面 将臀部向后 把你的胸口打开 稍微的看向天花板 吐气圆背 屁股向前 吸气 胸口打开 我们再做几个 往内卷 再打开来 最后一趟 接着我们把这四个点呢 连在一起 绕个圈 右边的臀部往上 坐下来之后 臀部向前送 左边的臀部往上 坐下之后 臀部往后 用你的屁股绕个圆圈 右 前 左 后 右 前 左 后 如果你现在在绕的时候 觉得身体卡卡的 或者是呢 我好像掌握不到 这个绕圈的力气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两边的臀部 轻轻地往上 再轻轻地向前 让这四个点都稍微活动一下就好 OK 如果掌握到力量呢 我们就想反边咯 左边 往前送 右边 坐回来 左 前 右 后 左 前 右 后 左 前 右 后 最后一个 我们将双脚轻轻地踩好 臀部稍微向前坐一点点 手帮我扶着椅子 那我们就要准备站起来咯 让身体上来之后呢 先让你的大腿出力 感觉一下大腿有力气 再轻轻地坐回来 我们先来回坐几次 上 下 上 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要帮我留意身体不要过多地向前傾 尤其是我们的头不要往前掉 这样很容易让你的重心跑掉 有可能会稍微有点点想要往前滚的感觉 所以我们先找一下大腿的力量 找一下臀部的重心 我们做最后两个 上 下 上 下 然后稍微试着放手 让我们只手找到大腿 好 如果有力气的话呢 就帮我轻轻地把身体推起来 我们就站起来咯 那我们让身体呢 来到椅子的后方 轻轻地扶着椅子 将双脚稍微打开 再走进来 就像走路一样 我们做开 开 合 合 开 开 合 合 再一次地活动你的大腿跟我们的宽 身体最需要运动的两个主要大的肌群 就是在你的大腿跟我们的臀部 那只要这两个地方的肌肉呢 建立起力量之后 你以后要做其他的运动 或是走更长远的路 他们都会比较有力量能够支撑你的身体 可以将我们的双脚打开来 稍微转一下髋关节 把脚尖打开朝外 两只脚一起弯曲 再一起伸直 弯曲 再伸直 如果你觉得 我的腿还算蛮有力气的 可以不用椅子辅助的话 你可以让双手插腰往上再往下 所以每个动作呢 你都可以依照身体的力量 或是依照你今天身体的状况 来去调整 我们做最后两次 下 上 下 上 接着我们停留在底下 让两个脚的脚跟轻轻地抬起来 再放下来 两边轮流 我们做右 左 右 左 刺激一下你的末梢 那在做的同时呢 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脚 是不是每一只脚趾头都有在用力 包括你的小拇指 大拇指力量是否平均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肌肉啊 会是里面比较有力气 或是外面比较有力气 那这时候很容易往前倒 会让你的失力不太平均 那我们运动的时候呢 就是要尽量让每个地方都是充分地活动到 并且是均衡的 最后一个 右 左 将双脚一起往上踮上来 踮起来的时候肚子往内收一下 臀部夹紧 吐气的时候把膝盖弯曲往下蹲 我们做上 下 上 下 帮我留意一下双手的力量 如果你需要支撑的话 请你把椅子往下压 不要把椅子向前推 因为往前推呢 很容易你在坐下来的时候 身体就会跟着往前滑出去 所以我们的两只手用掌心下压 再回来 下压 再回来 最后一个 要稍微停留一下下咯 肩膀打开 胸口打开 臀部收腹不用力 很好 把两只脚轻轻地踩下来 将我们的双脚收回来 接着我们把身体呢 稍微向前请 感觉你的额头好像要去靠近我们的椅背 伸展一下你的腿后侧 如果觉得嗯 还有更多的空间 我们就让双脚再往后退一点点 一格一格地慢慢地增加你的身体的弧度 那一样要留意双手的力气是下压 不要往前推 还有空间的人 还有空间的人 我们再后退一点点 吐一口气 手肘上下 肩胛骨上下 背上下 我们让身体慢慢地回来了 轻轻地坐回椅子上面 接着呢我们要活动的是你的大腿内侧的力量 所以我们做一个像踢腿的动作 把左脚勾起来再放下来 右脚勾起来 右脚勾起来再放下来两边轮流 再一脚咯 将你的右脚勾起来 很像搭电梯的感觉 往下滑 再往上提 那尽量让大腿出力 所以如果它真的没有力气的话呢 你再用手帮忙 开始有点酸酸紧紧的 甚至发抖的话也没有关系 最后一个 OK 我们换脚 勾起来之后像搭电梯一样 往下 再往上 速度呢要稍微慢一点点 你要经过每一层楼 慢慢地往上提高 再慢慢地放下去 上 下 感觉到大腿内侧再出力 上 下 上 下 再一个 好 我们回到右脚 膝盖打开 脚尖打开 我们往上 用手稍微辅助一下 把它扳上来 跨在左大腿的上方 你的右手可以轻轻地压住 我们的大腿往下推 那如果你发现它有点上不来的话 你让它跨在底下 也可以 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 身体微微地向前 请停留一下下 吸口气把背做高 两只手请你来到大腿的外侧 我们做一个扭转 手可以扶着椅子 身体往上提高以后 再向右边扭转 那左手呢 我需要你把你的右大腿固定住 不要让它翘起来 慢慢地转回来中间 向反边 左脚往上 感觉一下有没有空间 要放在底下 或是上面都行 轻轻地向下推 上半身 上半身微微地向前 请 伸展一下 臀部的外侧 大腿 身体回到中间来 先坐高以后 再向左边扭转 手放在大腿的外侧 固定住你的左脚 另外一只手 放在椅背的上方 让身体转向后方 别忘了头也要跟着转过来 回来中间的位置 将脚放下来 最后我们要伸展的是你的背部 两只手呢 很像抱一棵大树一样 双手向前 背向后 感觉你的背要去靠近后面的椅子 吸口气打开双手 同时把胸口打开来 吐气圆背 抱一棵大树 眼睛看向腹部 吸气打开 再一次吐气圆背 抱进来 吸气打开 最后一趟 圆背 吸气打开 我们将双手在前方扣在一起 掌心向前推 我们做一个深呼吸 像深懒腰一样 往上 做高 让身体轻轻轻的左右活动一下 吐一口气 放松你的双手 在一个圆背 深懒腰向上提 左右 动一动 吐气打开双手 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透过今天的练习能够把身体活动开来建立起身体更多的力量 谢谢收看 要健康就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